有时以前你问他,就是静静的 你要讲嘛,跟着讲 现在有慢慢说,有时想想一下他会讲 他走路不需要我去扶他 只是说,slightly扶他 他的运动就是说自己会站起来 自己会学习慢慢吃东西,喝水方面 这样子咯,然后现在是说他会 会认一些东西 现在会啊,因为他现在有时看到我做工回来 很累啊,他会过来很像 跟你笑笑,叫你一声爸爸这样子 所以会,现在会 会有一种重进步 会被他说 知道你是谁 知道谁,知道是谁 现在说要 感谢他们 说有些是说出钱出力 让我度过这个难关 现在我自己出来做工了 凭自己双手努力 赚更多钱给我女儿的 这样子咯 不会自力,这个是我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是说 我尽量做 尽量现在有做工 我会存一点钱 到时存给他 存给他 以后他长大用的东西 我现在 驾车 一天有 超过 九到十个小时了 把他中间我会回来看他 ok 就是说回来rest for hour 吃饭 这些,然后 然后才休息一下 然后才出去 因为我要看到他说 他怎样子 他有吃饭啊,这些 会不会说喝水这些 这些东西 我最重要是 有 有这个 这段期间一定要有 有让他知道 ok,爸爸出来做工 你要听话 这个就重一点 最辛苦的也是过了啦 现在他眼睛这样子 我也是不可以要求得好他